我们现在演示一下VUD的超级编程器 读取5M48H的操作选项 首先我们把超级编程器的图示打开 选择5M48H 再点最后一个 点击接线图 把它最大化 点右键,对,缩放 好,往下拉 按照这上面的接线图 开始对CAS进行接线 好,现在开始接线 好,现在左边的区域的线束接完了 现在开始接右边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 它只需要除一个零欧的电阻就可以读出数据来 但是CAS4的电脑它的板路结构不一样 有一些还需要移掉更多的电器 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具体做声明 我们现在把这个移掉零欧电阻的读写 现在给大家具体的演示 现在移掉零欧电阻 好,现在接线完成 零欧电阻也去掉 我们现在将适配器插到主机上面 好,我们现在把图关掉 好,选择新键 我们型号已经选好了 选择新键 然后选择读取 好,大家可以看到 破解速度是相当快的 现在已经开始读取数据 好,设计都取成功 点击保存 随便起个名字现在 好,直接点保存吧 好,OK 速据完全读出来 我们看一下速据内容 现在打开这个速据 好,往下浪 速据完全读出 好了,关闭 我们现在再演示一下 VV电读取普通的八角IC 我们现在拿一个艾莱舌的防盗盒为例 我们现在将艾莱舌的八角马片93C46 吹取下来 夹码片吹取下来之后 我们夹到VVD变成器的适配措里面 夹码片吹好之后 放入适配器 盯准一角方向 把它卡稳当 然后咱们再注意看一下 在变成器的这地方标识 有一个小黄点 就证明这个位置是一角方向 我们把它卡好 按照一角方向把它卡好 好 锁死 好 我们现在 打开软件界面 第一行选择器件 类型选择 一批入不对 然后下面选择 选择第三个 不 这个选择第一个 下面选择93C46 找93的 93C46 好 然后点击新件 点击读取 好 然后读取完之后点击保存 随便起个名字 保存到界面上 好 好 这就是 CVD超征 这就是